Kerry老师 您好 我们有一些关于翻译的问题想请教你 你们好 是什么样的问题呢 会中英文 是不是就会翻译的呢 我们便不需要读什么翻译深造课程 对吗 是不是用电脑APP就可以翻译了 反正AI将来会取代我们 我们就不用读什么翻译深造课程 是吗 好的 其实这不是一个是或者不是的选项 让我给你们解释一下 然后你们就可以从下面找到答案 专业双语翻译文学硕士 MABPT 课程的目的是提供研习翻译知识 及笔译实践的机会 培养专业全面的翻译人才 本课程涵盖众多中文和英语 包括普通话的翻译领域 毕业生既拥有从事翻译研究的智学能力 也具备了应付专业所需的知识技能 读了咱们学校的中英翻译专业 其实对于我本课的深度的了解 以及之前看不懂的一些文件 那它会有一个新的认知和了解的一个层面 我以前认为翻译可能会被人工取代 但是学了这个学课之后 我认为永远不会被取代 它的存在是有它的意义的 那我在翻译的时候 我肯定会感兴了一些 所以我认为A2是取代不了这些情感输出的 在这个翻译课程 我学了原来中英文是两个截然不同的语言系统 翻译绝对不是一对一机械式的组织翻译的 就是因为这个的课程 我由起初翻译技巧是很幼暖 提升去到可以很高水平地去完成译文 还有Translation Project 是去翻译七千字的唱文 而且还是由博士一对一的个别指导完成译文 我实在学到太多了 除了建立一个研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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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加上继续建立了文化的信息 我发现了一个键 把我的语言译技巧 在开启到一些机会 我从未想到的机会 本课程为专业翻译工作者 极有志于从事翻译工作的人士而审 也适合有意提高个人语言水平 及翻译能力的各界人士修读 本课程经常举办国际性的学术讲座 邀请世界知名的学者 或者专业翻译工作者担任嘉宾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相对于其他翻译研究生课程 本课程的独特之处 在于通过翻译实践学习翻译 翻译理论的学习相对减少 在进修的过程中 学生将掌握必要的翻译技巧 取得专业工作所需的实践经验 徐实践经验 我认识在这一年 学生学习做了解读学习 学习地下均学习 认识学习 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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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就是在这一年的学习当中 所有的东西都是为了我们将来的一个不同的职场的需求 同时也会让我的一个喜欢的文学方面的翻译得到提高 就是我非常觉得为了可以把我们中国的几千年的文化瑰宝 可以翻译成英语然后推广出去 我觉得特别特别的开心 也是很有意义的一件事情 其实会看到他们很多时候的筆记方面会做了很多的准备 那知道手札方面其实都做得很充足的 平时自己看戏就不会很割这些东西的 但是学了之后原来是有这么多东西要注意的 其实是学到很多东西的 那学了这个专业之后我才知道原来我的学科当中 跟翻译可以相互联以及可以延伸的东西还是蛮多的 所以我相信这个学科是一个一直在学习 而且是不断在深入的一个过程 所以工作当中而言我觉得它的广度是非常大的 所以我也会继续把这个学科伴随着我的工作和生活一起研究下去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